现在在香港社会 大家通常最关注有一个主要的矛盾 就是住房难 住房难的这个问题 因为过去阶段的时候 香港的房价不断的向上 一般的老百姓是很难买到房子的 因为太贵了 跟这个大家的收入很大的脱节 政府建的公共房屋出度很慢 政府说不够土地 现行的土地没有 要开发 开发的时候也面对很多困难 比如说有些是交易公园 路是地带 也不敢动 有些在新界有些土地 因为没有基础切施 也不能建房子 也没做这个规划 所以以前政府承诺的 你申请公共房屋 三年就可以有机会派到房间了 但现在不行了 五年搞不定 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就是住房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主要的矛盾 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政府就要收回土地 用各种方法 或者是通过法律手段 收回一些 嫌弃的土地 可能很多部分是农地 尽快做好规划 然后尽快的 大量的建这个房子 争取 过去政府承诺的三年 可以派的房间 我觉得这样就解决了一部分 住房难这个问题了